第五種就是禮品交易 FPS 即是轉數快Payme 銀行轉帳 個人提演 支付寶 Western Euron 火幣網 第3大是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燈 因為最近有些朋友說買了比特幣 儲存在錢包裏 可能上升了一點 或者買了一段時間 很心急 因為放在錢包裏 經常會問怎樣拿錢出來 原來很多朋友教了他們買比特幣之後 他們是不懂得怎樣拿錢出來的 就算我之前說過怎樣用ATM機 或者去Tigrid開戶口 其實他們說完就好像沒有說 所以今天就很想探討一下 究竟我們買了比特幣在錢包裏 在手機裏 我們究竟有什麼方法可以拿錢出來 拿錢出來在手上 我就想在這個視頻上探討一下 好 我們就看看有什麼方法 第一種最常見的方法 應該都不乎如是 就是銀行結算 你可以透過普通交易所開戶口 香港人多數都會用TiBit 拿TiBit來做例子 TiBit香港人就用港幣去買比特幣 買完比特幣之後 它就會儲存在TiBit的錢包裏 其實你可以把比特幣隨時 都可以透過TiBit這個平台 直接過戶回銀行的帳戶口 又或者你直接產上他們的寫字樓 都可以拿錢 如果你大手的話 有時候很大量的朋友 可能拿一百萬 兩百萬 他們多數都會拿錢 但如果你說一千幾百 很少的時候 就可以透過TiBit網上的過數 過數的銀行 其實這種最普遍的方法 各大平台都有過數的方法 基本上有 這個是最多人用的方法 而大陸比較多人用的是什麼方法呢 他們多數會用支付寶 多數人都會用一些平台 例如可盈可樂 Corncaller 很多朋友都會用這個平台 透過支付寶交收 即支付寶 微信支付 規定卡 方式連賣賣 其他一些OTC 叫場外交易市場 火幣網 很多國內人都會用這個平台 用這個火幣網 火幣店 或者Global 現在叫做 透過這個火幣網 已經可以經過法幣交易 那一欄 這個是P2P的平台 即是市民對市民 好像淘寶買東西 平台放在這裡 買家賣家自己交易 自己交易 在這裡交易完之後 你們就可以透過 結了的戶口 譬如是支付寶 就可以透過支付寶 直接通過支付寶 手機支付寶 錢包到他們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也是第二大多人用的方法 而第三大多人用的方法是什麼 都是透過這類型的交易平台 第三大多人用的是PayPal 只要雙方的PayPal帳 都有認證的帳戶 就可以過數收錢 只要有Email便可以收到錢 例如有什麼平台 例如比較大型的PayPal PayPal 海外性多些 很多人都會用這個平台 而第四種多人用的方法 都是我平常常講的方法 就是比特幣提款機 有五千多部機 我們在九龍新界 香港都有提款機 都不少了 原來這裡有14部 香港有14部 九龍有15部 新界這些零零碎碎都有 荃灣也有 其實都很方便 是買賣給特幣 隨時去提款機拿錢 拿現金 又可以 這種方法是最喜歡的 因為到世界各地都可以用這種方法 而第五種多人用的方法 比較冷闊 比較少人用 都不是少人用 都多人用 可能是海外人士都多人用 第五種就是禮品交易 禮品交易 原來很多人用 可能海外人士都多用 因為他們會透過 亞馬遜的禮品卡 eBay的禮品卡 遊戲的禮品卡 Google Play的禮品卡 C美C芙蘭 我都不太熟 這個我未聽過 其實很多禮品卡 我們都可能少些接觸 但都很多人用 很多都是賣美金 澳幣 歐羅 英鎊 去交收 其實這種方法都可以變回現 如果我們7-11都很方便 買一張禮品卡 換錢都很容易 OK 除了這種方法之外 其實還有一種方法 都是比較少人用的 但是很有效的 還有去到世界各地都可以拿到錢 我很喜歡 就是這種方法 Western Euron Western Euron 就是世界性的一個機構 每個地方都有 香港最多 瑪瑪亞 崩崩 印尼那些 經常會透過Western Euron 寄錢回鄉 回鄉 一來回鄉 回鄉很便宜 比銀行便宜 很方便 還有世界各地僅有一兩間在坐 所以到世界各地 只要你懂得用這種方法去拿錢 也很方便可以拿到當地的錢 你可以透過一些平台 例如什麼平台 例如我剛才的Pixfo Pixfo都可以用Western Euron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Western Euron 因為我當時做Ebay 其實有些買家是沒有PayPal 可能PayPal是拒絕了 就用不到PayPal的時候 他們會要求我用Western Euron 來收錢 他們會發錢之後 他們就給你一個十個數字的密碼 西聯匯款 他們去匯錢 入了錢在網上做都可以了 你不需要去櫃檯 那些崩崩都去櫃檯搞的 入了錢之後寄去你的地址和人名 就可以寄給那個人 寄了之後 他就會有一個十個號碼 那個號碼叫MTCN MTCN 即是Money Transfer Control Number 這種方法 你拿著十個數字的號碼 帶上你的身份證或Passport 有你的相片證件 就去那間店就可以拿錢 如果你有戶口的話 也可以轉帳過自己的銀行 其實都很好用的 你去到世界各地也可以用得到 你的賣家賣家 就透過這種方法給錢 你就拿了這個密碼之後 就可以去西聯匯款點 每個點那裡 就可以拿到當地的帕幣了 有很多人用這種方法 原來港幣也有 都有人用做港幣的 美金、英鎊、加拿大幣、澳洲幣 其實就是 賓賓是最常用的 因為賓賓都很習慣 就是用這種方法 用現金 不需要透過銀行 不錯的 世界各地都可以用得到 大致上 這六種方法我都講過了 我送影片講講 Pixfo這個平台是相當不錯的 因為做了很多年歷史悠久 最有名是有三百多種支付方式 總之超過三百多種不同的方法 可以交易的 例子我都聽都沒聽過 很多種方法 尤其是香港Payme也有 這個平台 Payme和轉數快都可以用得到 這個平台真的很有趣 值得推傳 所以這家店越做越大 當然歷史最悠久都不是牠的 牠是第二 排隊排第一 最高的都是LocalBitcoin.com 但是牠可能已經有點歐歐的 可能裏面這麼多人用 因為牠的價格比較便宜 就是用家和用家之間的交收 可能差價比較便宜 還有一些熟客 仍然有膠頭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膠頭很高 除了這家店外 我現在最推薦用Pixbow Pixbow真是很棒 它是Payme FPS 即是轉數快 Payme 銀行轉帳 國人提演 支付寶 什麼方法都可以拿到的 好了 今天分享給特幣賣賣交收 如何拿錢 有什麼六大方法 希望大家有用 我們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請記得點讚訂閱和分享 我們下次見 拜拜